在西部决赛被星斯多火箭逼到绝境的金州勇士,终于在这个夏天换掉了一批老迈的功臣,他们明白在火箭、无限换防和灯泡担打面前,大个子的作用已经微呼起为冷,你每一个防守漏洞就会导致球队大崩盘, 特别是在这么强盼的对手面前,更不能犯一点错误,为此球队特意放走了麦基,还有渣渣帕厨利亚,并不选择和他们许约,于是一人底心去了胡人,一人二百四十万美元去了活塞,两位冠军类线可奔东西,今天活塞的官方也是正式宣布了帕厨利亚入驻汽车程,并欢迎她的到来,在上赛季, 帕厨利亚为勇士出战六十九场,场均登场十四点一分钟,可以得到五点四分四点七篮板,在强队或许帕厨利亚派不上用场,但是在弱队的话,还是可以移用的,特别是常规赛,而且在活塞的机会肯定会比赛勇士来得多, 活塞可以让帕厨利亚成为安德烈德拉蒙德的主要替补,场均十分钟以上,并不是什么大问题,而这两位带各自的离开,也代表勇士已经不会再给任何球队,展示击败他们的机会了, 他们的防守已经是在无漏洞了,甚至无限换防比起火箭还长了几分,同时他们又用五百三十万美元,肩下的第一中锋表面好心思,这也将成为破气火箭无限换防的终结答案, 不过,火塞在牵下帕厨利亚的时候,一定要特别的注意,因为这个球员确实很特别,在名声方面肯定不好听,什么恶哈,变小王等等外号, 而且帕厨利亚还是一位神奇的球员,他的防守动作经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,他经常会让球员受伤,而且无论是自己的队友还是对手, 帕厨利亚几乎都是一视同仁,在2017年3月1日,永续客场挑战棋牌的比赛中,莫里素投篮不重,哥塔克与帕厨利亚争抢篮板, 波兰铁驰一把将帕厨利亚摔倒地上,后者不慎撞到杜兰克的左膝,导致他受伤下场,而在今年的3月3日,永续和老鹰的比赛中,斯蒂芬库里也因为不慎踩到了帕厨利亚的脚背, 倒置右脚踝扭伤,科尔也是发现了库里不对劲,赶紧在下一个回合请求暂停,库里一度返回更衣室检查, 杜兰特曾认为帕厨利亚并不是故意伤害他人,只是动作有点笨拙罢了, 更好的是帕厨利亚终于是离开了西部,加盟了一支不算是真怪的球队, 对于勇士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,毕竟这球员自带炸弹,搞不好哪天就伤了自家的球员。